又回到每個星期你最期待的Game Hub 今個星期新聞非常之多 最主要都是來自上星期的Epic 事件 除此之外又不如同大家看看 不同主機在疫情中 晶片短缺的處理方法 如果你是第一次瀏覽我的頻道 我最主要就是每個星期三會大家帶來不同的遊戲界八卦花生新聞 而星期六就會同大家看看 那個星期的遊戲界資訊及消息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訂閱及加入會員 Hey Guys, I have some news for you 上星期開心 Epic Games 及 Apple 的訴訟 經過不同的證人傳照 引發了很多一直以來遊戲界不為人知的事 又或者是一直以來玩家會猜 但沒有證據的事實 其中一樣就是 Epic Games 的會員來源及註冊目的 一直以來 Epic Games 多就不算有很多正面的評價又或新聞 每次報導它多數都是因為私隱問題 今次的訴訟中他們亦都提到大量他們的資料 其中相關的平台其實都貨重金 用了大約1,150萬的美元 令不同的遊戲可以在自己的平台上 讓玩家可以免費拿到 而一類的活動亦都吸引了大約500萬的新會員註冊 不過大家如果了解又或者做個Marketing 你們都會知道 你用這些免費手段引回來的玩家 要令到他們變成付費玩家 機率真是非常非常低 再加上每個月都有不同的遊戲送給人 所以基本上大家有 Epic 帳號 都是用來打科尼 或者是用來免費遊戲 而我呢?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我這類玩家你別以為是佔少數 在 Epic 的平台上是佔了93% 所以學之前不同的網友這樣講 Epic 帳號 拿個新的email 去註冊 免費遊戲全部拿 多謝 Epic 一路要虧本做的還有Microsoft 在訴訟中 Epic 就認為 只有主機平台才有資格抽30%的分成 在查解當中的原因入面 洛斯傳召了Xbox 副總裁 Lolli Wright Lolli 就提到 其實一路以來做主機生意都是虧本多 亦都公開了單單在主機開發上 Microsoft 真是一元都賺不到 而賺錢的最主要都是其他方面 特別是Software 和後繼的服務方面 而後來其他分析師亦都提到 原來 Sony 在眾多主機入面 都只有 PS4 一部賺到錢 而唯一一個有機會在主機市場有好成績的 就應該是任天堂 剛才提到做主機開發的 多數都是虧錢多 要賺錢就一定要靠其他元素 可能 Sony 都知道 所以他們大約在兩年前左右 就開始禁止數位版遊戲在其他平台發售 正正就是這個時候 亦都有消費者走出來控告 SIE 壟斷市場 香港朋友可能會問 數位版就是數位版的 不是一向在 PS Store 上才有賣 那你又有所不知 有時在外國又或者其他主機平台 有時候玩家可以買到實體版的數位版 數位版其實就是指 你的主機平台帳號可以有一個玩到遊戲的權限 除了在官方平台有得賣之外 大家亦都可以去到不同的店或網購平台 可以買到不同遊戲的權限 例如香港比較常見到的就是 你可以在不同的便利店買到Minecraft的權限 而SIE 在兩年前就停止了亞馬遜 Ebay 、Walmart 等等的平台賣遊戲 令到 PS Store 變成唯一可以買到 PS 數位版遊戲的來源 而 PS Store 的定價在市場上亦都極具競爭力 甚至乎可以令到零售商是可能虧錢的定價 又或者反過來在某些地區中 會令到玩家最後要比出 比實體版高175%的價錢才可以買到遊戲 Sony 方面就未就這件事作出回應 美國的消費者就已經在加州北區的聯邦地方法院提出訴訟 這方面的事情都不是第一次聽到 其實之前聽不同買遊戲的朋友都有提過類似的東西 那這一點未來會不會影響到實體遊戲販賣業呢? 這個位置我都幾好奇 一直以來 PS 其中一個很吸引的原因 就是它的遊戲只會在 PS 上推出 但是官司爆出來的東西就不單單是剛才說的 其中一樣有機會是未來會打沉到 Sony 在主機上的優勢 就是未來 Sony 的第一方遊戲 有機會會在 Epic Store 上玩得到 官司的文件中透露了 Epic 就提議用兩億美金 去取得 PS 第一方遊戲在 PC 上的獨佔權 除了 PS 以外 其實他們都有意向任天堂 又或者 Microsoft 做出類似的舉動 任天堂方面 Epic 都心中有數 這件事就難過射衛星上月球 另外 Microsoft 方面他們都有自己的 Microsoft Store 再加上 Microsoft 和 Favre 的關係都很好 所以可能性亦都不算很高 是不是意味著未來不用買 PS 呢? Sony 未就有關交易有任何回應 不過大家都知道 想買主機從來都不是容易的東西 有人說是主機的生產線問題 亦有人說最主要原因就是主機的晶片不足 我自己就覺得晶片不足的可能性比較高 因為除了 PS5 以外 任天堂亦都有類似的情況 任天堂早前就主機銷量出了一個公告 表示主機其實已經賣出了8500萬部 而在單單的2021年就賣出了2900萬部 他們亦都預計在2022年可以賣出大約2550萬部 令到 Switch 的銷量可以超過 Wii 成為歷史上其中一部最好賣的遊戲機 不過要達成目標都不是容易的事 任天堂的社長古川晉太郎就提到了 因為全球半導體短缺 令到不確定因素越來越強 他們亦都提到之前講的盈利預測 是基於有充足的零件及材料的假設上面 如果情況有變 他們都會有機會變陣 是否意味著會出新主機呢? 會改版的除了Switch 還有傳是PS5 未買到新主機就改版? 傳聞而已 Digitimes 上就有報導講 Sony 為了降低 PS5 的製作成本 將會在2022年中期開始生產的PS5 改用AMD 6nm 的晶片 由於晶片的大小更細 效能更高 亦都意味著有機會是主機的Size 會縮小 不過這些都是傳聞 那有什麼不是傳聞? 肉華啦! 你們每個星期最喜歡的啦 Pan Piano 我相信大家都認識的啦 我想大家都跟我一樣 對著鋼琴音色有著特別的喜好 絕對不是因為衣著 又或者重點很古靈精怪的Thumbnail 而錄進去 我知道的 事源台灣就有一部成人的手機遊戲叫做天下暴魔 四圍都有人討論 亦都找來了台灣知名鋼琴YouTuber Pan Piano 做Crossover 有音樂廳 有東西看 針對著男人的成人遊戲 找他落廣告沒有錯 誰不知中國的玩家又不滿意 又說要抵制遊戲 原因無他就是那些 因為Pan Piano 之前就台灣主權問題 在社交平台出過Po 又中國網民就掛出來 Boom 又辱華 之後群起改名說要抵制遊戲 又說不會入錢等等 不過我紳士就是紳士啦 台灣的紳士就說 你們中國人 其他人去到你們的地方要守你們的規矩 你們去到國外玩國外的遊戲 你們都要守規矩 又有人問中國的紳士 翻牆出來玩十八金的遊戲 你們的檔給不給呢 我就走上法道看看 中國翻牆一經發現定罪 會被人停網、警告和罰款15000元 如果玩XGAME還要高調討論 我繼續傳播有關訊息都不是很過份 一經定罪就三年起跳 十年以上都有可能 真是沒想過中國的紳士 可以為了玩XGAME 坐十年都抵 你害果然值得佩服 好啦最後啦 Mon Hunt大家有玩的啦 有人笑他沒有故事 有人笑他沒有劇情 橫美太郎 也就是Near那個令人胃痛的劇本作者 聽到大家的聲音 他故意為大家異創加料炮製了一個全身胃痛風的Montsanta Rise 故事大約是怎樣的呢 村長大人就會死在大家新手版的白龍夜行 原因是因為玩家的失誤 捉了他做肉盾 屯子妹妹又或者花光下旋所升煙的小鎮 其中一個人會死掉 而另一個人就會黑化然後燒了你整條火神村 然後最後一關的魔物 就會令到大家的武器無效化 大家要去媽媽挑選其中一個做素材 開發人體武器 開發完之後 你條村就沒有了歌聲 當APC越死越多 遊戲的難度上升好合理呀是吧 然後不知為何玩家就會聽得明魔物的聲音和語言 再者全村任務完成 亦真是陷村省的時候 恭喜你 你解鎖了多人模式 你亦可以跟其他死靜種一齊去屠殺魔物 聽到這裡可能大家都不太舒服 不要緊的 如果我把媽媽改為愛波 好不好些 Sorry 今個星期真的太多太多新聞 所以仙劍初代有Mod可以改字改人名 Bio8有大量的Mod 甚至乎你可以拿個Mod 牌一夜 FIT到貴婦人的屁股 我就不說了 你自己Google 我不負責任? 是呀我不負責任 我不負責任到 今個星期落石頭休罕 你當我是富奸 不是呀 其實因為太多工作做不及 所以讓我停一閘 好啦 我是希治閣 我們下個星期三再見 Bye Bye